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个怎样的训练营 短短12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一个网瘾少年的离去 大家好 这也是今日说法 欢迎各位的观众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在关注这样一条新闻 广西的一家拯救训练营打死了一名来此戒除网瘾的少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营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们戒除网瘾 最后怎么会导致一名孩子死于非命的一个结局呢 在得到了这条消息之后 我们的记者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广西 这里是位于南宁市郊的吴虚镇 在我身后的这个铁丝网围城的区域 就是南宁启航拯救训练营的教学场地 今年的8月1日下午 年仅16岁的邓森山来到这里接受所谓的拯救训练 仅仅在12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在8月2日凌晨3点钟 满身伤痕的邓森山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家训练营设立在南宁市远郊区 如果不是邓森山的死 这里平时很难引起外界的注意 训练营里有一栋被铁栅栏包围着的三层楼房和一个小型操场 透过铁栅栏 我们能清楚地看见楼房走廊上的学员 他们会不会清楚邓森山死亡的经过呢 邓森山死后 南宁市政府迅速介入了调查 训练营被警方封锁控制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来到了南宁当地的一家宾馆 从几百公里外的桂林市赶来的邓森山的父母就住在这里 邓森山的父亲说 开学就要上高中的儿子 平时身体很棒 原来的学习也不赖 但自从两年前接触了网络游戏后 就迅速通宵上网 难以自拔 他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 听说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能帮孩子戒除网瘾 于是 今年八月一日下午三点 他们得把孩子送到了训练营接受拯救训练 邓家人认为 儿子尸体上的伤痕说明 他在训练营被教官殴打了 但是训练营的负责人在此之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 却不认为邓森山死于教官殴打 训练营认为邓森山是突发高烧而死 而家长认为邓森山是死于教官殴打 为了验证双方的说法 在南宁市江南区无虚镇卫生院 记者找到了当时为邓森山接诊的医生 来到了这个医生 十分钟就开始没有呼吸 先跳就跟着没有了 当时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身上有外伤吗 没有 没有紧急犯 在邓森山的病例上 医生是这样记录他最后的生命体征的 凌晨三点 呕吐 大汗淋漓 双眼上翻 四肢抽搐 三点十分 呼吸停止 三点四十分 抢救无效死亡 医生说他们无法判断邓森山的死因 那么会不会有目击者看到他出事时的一幕呢 目击者亲口告诉了我 第一天是不给吃任何东西 同时要靠近墙 禁地一天一夜 九点之后 帮我外甥也说把邓森山持者拉到超山上 要他跑一百圈 我外甥跑了三十圈 跑这三十圈 是在棍棒的追击下打的 这时候邓森山实在跑不动了 这个教官很火了 跑过去拿了一张板凳 拿了这一张板凳 就这样 这个板凳当时睡了 这是一名 自称看见邓森山被教官殴打的目击者 他的房间窗户正好对着训练营的操场 为了印证目击者的说法 几经周折 记者找到了一名在训练营中 跟邓森山同寝室的学员 至此 邓森山在进入训练营后 至次日死亡的这十二个小时内的遭遇 似乎已经有心眉目了 邓森山是被殴打的事实是存在的 殴打是直接造成的死亡原因 还是间接的原因 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鉴定结果出来 才能够确定 我们的话 是立那个故意伤害案和非法经营案进行侦查 已经刑事拘留了 实际上的犯罪协议的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 邓家仁多次提到 这所训练营里打人的事件绝不止这意气 因为邓森山死后 家人来到这里和训练营交涉 不少学员偷偷地将自己家人的电话写在纸条上 隔着铁栅栏扔向他们 这次他们就说了 叔叔你救救我们 我说你被打了吗 他说我被打了 就是我屁股全部都打开花了 随着邓森山之死在媒体上的披露 和当地政府部门的介入 训练营里的孩子也陆续被文训赶来的家长携走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营呢 2009年8月7日 在邓森山死亡后的第五天 南宁启航拯救训练营被依法取缔 记者也终于被获准进入事发的训练营 昨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还有部分的学员没有被家长携走 但是在今天这里已经是人区路空 并且很多的教室被警方贴上了封条 经南宁当地的有关部门调查 南宁启航拯救训练营 由广东攀与励志体育活动策划服务部 与广西电子技工学校合办 但是却并没有在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登记 属于非法经营 面对着训练营场地简陋的设施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家长 主动把孩子送到了这里呢 现在看他的学校 确实天天做广告 确实看得又挺好 所以就想把小孩送过来 心理辅导体能锻炼 更有创新体验形式 今晚自行线联合启航拯救训练营 推出王尹拯救行动 如此漂亮的广告 难怪家长们心以为真 邓森山的父亲说 他家住在广西桂林市资源县 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儿子以前的学习不错 成绩在班级前十名 但是上了初二的时候 邓森山却迷上了网络 眼看着儿子学习成绩下降 平时忙于生意的邓飞夫妇 打心眼里着急 看到启航拯救训练营的广告后 邓飞夫妇希望 儿子在训练营中能够戒掉网瘾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个训练营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质 这个广告真不好 因为我们就相信这个广告 据了解 南宁启航拯救训练营的收费标准 是每名学员每月培训费七千元 截止到被取缔时 训练营中共有学员123人 如此算来 被取缔的当月 训练营至少收入八十多万元 而此时 他们已经非法经营了三个月了 那么此类的培训机构 到底应该由谁来审批和监管呢 记者首先来到了南宁市教育局 启航拯救训练营这个机构 它的审批 由于它的收费是比较昂贵 超出了公益性事业的范围 那么是经营性的行为 一般都是在工商行政部门上 南宁市的教育部门介绍说 教育部门是负责学历教育 学前教育 自学考试铸学 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审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 像启航拯救训练营之类的经营性机构 应该属于工商部门审批 我们不是不见过 这个拯救训练营 它是由全罗伯款的公办学校 也是说广西电子技工学校 和社会的一个企业 广州 潘云医治体育活动策划服务部 共同合伴的一个学校 那么这个性质比较特殊 到底属于民办学校 还是经营性的培训机构 目前我们正在调查 正在探讨认定当中 工商部门还告诉我们 即使认定这是一个经营性的培训机构 但是工商部门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 也存在着一些尴尬的地方 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主要是经营性的教育培训机构 按照教育促进法的规定 由国务院例行制定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相关的规定出台 所以在我们自己一块 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工商部门说 正是由于这样 南宁启航拯救训练营 在当地没有任何登记和姿势情况下 依然正常招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目前类似的培训机构 在当地还有多少呢 他们又是如何为孩子们借出网瘾的呢 在当地媒体的广告中 记者又发现了一家类似的机构 按照广告上的地址 记者和工商人员来到了这所学校 他们学校是都有什么方法借网瘾 首先是决士训练嘛 这个学校的规模比南宁启航拯救训练营 要稍大一些 学校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们是正规的学校 在教育部门和民政部门都有登记 但是记者在校方出示的 办学许可证和登记证书里 并没有看到广告中提到的 解网瘾等业务 这个的话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 作为广告发布者 应该审查广告的内容 以及资质 如果跟内容跟资质 符合规定的应该拒绝发布 我们现在前国从教育系统来讲 因为没有哪个机关部门 指定说 借网瘾 有哪个部门管 得谁谁批的算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只能是在教育体制 无奈心 打插边球 目前邓孙山的父母 还在等待着法医鉴定的结果 和相关部门的善后处理 全中国可能这样的学校也有很多 我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 教育部门的重视 我也提醒 全天下做那务目的 你们工作也是重要的 吃的也是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 你们要把你们的时间 多发一点 在培养儿子的身上 现在 我悔恨了 我悔恨宗山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 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主任 宗春山先生 欢迎宗主任 宗主任你看 这样的一个结局 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您能发现 这个训练营有哪些问题 因为现在这种社会的 70%以上的机构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它会把挣钱放在第一位的 我知道的有几万块钱的 三四万块钱 这个费用相当的高 那第二个呢 我想这个没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管理 包括谁来管他们 他们建立这样的资质是什么 他的人员构成的专业水准是什么 几乎都是一片空白 所以呢 导致这种体罚 虐待 暴力智商 致死的事件呢 应该说是 时有发生 但是你想 没有一个家长 会愿意自己的孩子 遭这份罪 怎么能判断这个孩子 他网瘾太深了 有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应该说 也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 美国这个网络信息发达的这个国家 也确实出台一些行业性的标准 基本上我们都最常见的 比如说每天上网在六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呢 就是一旦你下网以后呢 你会出现严重的焦虑 甚至是情绪上的狂躁 愤怒攻击行为 第三个呢 就是他一定严重影响他正常的与人交往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为 你是当然国外不叫成业 要过度使用互联网 卫生部呢 最近是紧急发出通知 叫停电机治疗网瘾的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能看到很多训练营里边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军事训练 这个体罚 您觉得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方法科学不科学 这种军事化的训练和管理 在国际上 比如说他有相关的机构来监督的 对我一个机构 你先把表给我看 你这个测量会不会对海盗中伤害 经过我评完以后你才能做 那么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实际已经把这个理念 刚刚的引进和接受 但是呢 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管理 包括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所以他们片面的或者是孤立的强调技术 而忽视的对这个群体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的研究和保护 于是呢他会极端的使用一些方法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有亡野孩子的家长 现在我要想找一个培训营训练营 我要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找到一个我相对放心的训练营 千万不要看他的广告他的宣传 看他的专业背景是什么机构来办的 最好是政府办的 那么再有呢就是继续把孩子选择这样一个机构 你要保持对这个机构的监督 因为你有知情权 你要知道他对你孩子拿出什么样一个方案 你要定期跟孩子交流 了解孩子在里面的学习生活 或者是矫正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最后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提一些建议 现在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 第一个就是国家应该出带相应的法规和标准 比如是这样成瘾的标准 比如说千万年这个上网的保护的条例和法规 那么包括我们对现在的网络游戏的分级管理 不同的游戏是个什么群体 包括它的时间等等 第二大块 就是国家要拿出相应的资金来建立 这个网络成瘾的这种阶段中心 包括研究中心 由国家直接的干预和管理这样的一个机构 我们了解到在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帮助青少年借出网眼的这么一个治疗中心 它叫维希尔之家 方法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艺术的方法 让孩子们通过音乐 舞蹈和绘画等等去感受艺术的魅力 另一个方法是运动的方法 让孩子们练习打网球和骑马 还有一个方法是自然的方法 把孩子们放到山水之间 让自然的美来熏陶和校正 孩子们已经发生扭曲的心灵 当这些方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对比一下 我们又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呢 今天我们关注的这起案件 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我们栏目也会对此案 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 观众朋友们 微信再见 12-13-18